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今晚 我是老偷 Old Man 今天呢 我們回來這張地圖呢 我們要做什麼 是的 沒有錯 我們這一次呢 回來這張地圖 如果是老觀眾的話 一定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們即將呢 準備呢 要開始介紹正統官方改版的東西 沒有錯 就是我們眾所期待的 恐龍重建模組計畫的第二個階段 那這次呢 第二個階段要改變的 就有的恐龍 總共有六隻 大概是 怎麼講 我應該會分上下集來拍 因為 其實這六隻能做的東西還蠻多的 那大概應該是分別為 三角龍 富傑龍 然後還有什麼 阿根廷巨嬰 然後以及那個什麼 第二 第二 然後還有 吉貝龍跟迅猛龍 大概這六隻 這會分上下集 因為我覺得 全部把它混在一起 其實有點 有點太擠了 所以說呢 老頭呢 這次介紹三隻 下一集也介紹三隻 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太擠 然後你們現在看到這個呢 是我們上一集 這是咱們上一集所介紹的 這個第一階段的四隻 是四隻嗎 對不對 對嘛 我們上一個階段是四隻 所以說勉勉強講 可以拍成一集 但這次第二階段卻來個六隻 欸 沒有喔 上一集是五隻喔 是霸王龍喔 我好像拍多久啊 忘記了 總而言之 我覺得那時候拍的太久了 所以說呢 我這一次呢 我們就分上下吧 就這麼的簡單 好不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就開始講第一隻齁 我們現在這個第一隻的這個更新呢 這個三角龍的建模好像有稍微做了一些改變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得出來 跟以前不太一樣了 我這邊手邊找不到 更新前跟更新後的模組 這個請自行去 自行去分辨啦 這個到底哪裡有變動 我覺得應該是他的三根腳變長了吧 我就這麼覺得啦 那這個 新的能力一定是會有的啦 不然的話要更新個屁啊 對不對 所以說呢 這次呢 這隻三角龍他新增了這個 衝鋒和衝撞的能力 那這個衝撞的能力呢 是有能夠破壞建築物的能力 你就想像說一台卡車衝過去撞建築物就對了 直接給他撞爆 但傷害多高我就不清楚 我這邊就不做測試了 因為我們這裡是單人地圖 沒有辦法做測試 因為沒有其他玩家 再來呢 衝撞能力擊中 就是衝撞撞到敵人的這個時候呢 會有短暫的驚恐 就是短暫的害怕 他們會短暫的逃跑這樣子 這算是一個自我防揮的能力 然後呢 另外呢 當他們在面對大型或是高血量 大型又高血量的肉食動物時 我感覺汪被咬了是不是 還是要拉死 好 要拉死 抱歉 讓我講完 高大型高血量 或者是這個肉食動物的範圍內時呢 他們會短暫 他們會直接增加 不是短暫講錯了 他們會直接增加能力以及傷害 就是說 看到比他更厲害的對手 他會自己buff起來就對了 但是傷害我有去做測試 其實漲幅不大 不過我們待會還會再示範一次就是了 然後呢 這次呢 他這邊的更新 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會這樣 因為我不太清楚 他這裡的更新還有講說 呃 同類受到傷害的時候會前來支援 可是這個好像僅次於野生的三角龍才會這麼做 訓服過後的你只要用口令叫他們被動 他們基本上不會鳥 完全不會鳥 所以說這個是只有野生才能做測試 其實就是跟一般的群居生物一樣 你只要那個自己的同伴被攻擊 其他在周圍看到的全部都過來幫忙 這個應該不難理解吧 所以說這個我就示範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準備上去 我們來示範一下 這所謂三角龍的衝鋒跟衝撞能力 就有點類似像皮毛蜥啊 那個犀牛啦 只是皮毛蜥這個犀牛是衝過去的時候 左鍵才會有傷害 但是呢 這個三角龍是直接 衝過去碰撞就算傷害了 而且會造成暫時的恐懼效果 右鍵的時候 你會看到咱們的這個三角龍呢 正在預備敘事待發 你會看到他這個右手邊呢 有一個很像指紋的一個紅紅的一個點 他這個就是 就是這個 怎麼講 這個衝撞子啊 當你把他按滿的時候 他就會衝超快的 有沒有看見 然後你看到我撞這一隻 撞下去 有沒有看到他在頭上 產生出了奇怪的泡泡 暫時暈眩 暫時 暫時孔 金孔 馬上逃跑這樣子 就是可以牽制敵人的一個功能 而且他是隨時都能放開的 不一定要遜滿 不一定要遜滿 隨時都能做放開的動作 當你想要停下來的時候呢 你就按個左鍵 按個攻擊他就停下來了 這是我們的這個新增的三角龍 這對於新手來講呢 是一個福音啊 以前早期老頭在玩方舟的時候 這些恐龍根本沒這些工人啊 完全被其他外界的生物打得跟狗一樣啊 這次更新呢 終於對一些新來方舟的這些兄弟們 就是比較有一點福利 讓他們更好生存 不然像以前剛開始我玩的時候 我一直狂死死到真的不太想玩這個遊戲 那個時候啦 現在是不會啦 因為已經知道怎麼生存了 OK 那我們現在稍微來展示一下就是 遇到這個高血量和這個 肉食性 肉食 大型肉食的這個霸王龍呢 我們的BUFF到底會加多少 基本上不會加太多啦 那 剛剛老頭稍微測試了一下 攻擊傷害是303喔 那由於這附近的恐龍 剛剛被我用消失了 因為我覺得他們很煩 所以說用個指令把他們弄消失了 所以說呢 我先口頭報告一下 這個傷害大概是303左右 那現在靠近了之後 他的怒吼 激勵了我 攻擊力變高了 我打下在多少 變成349 所以說基本上呢 傷害提升不是很高 而且你看到我的頭 咱們的頭上面出現了一個 紅色的BUFF 紅色的小光芒 所以說其實這個是可有可無的啦 但是呢 好不好用這個見仁見智啦 個人是覺得這個會不會跟攻擊的比例 會去加成 我就不曉得了 有可能攻擊力越高 加成的那個效果就越好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加成BUFF的示範 那我們接下來呢 準備要介紹的是附傑龍 這一次的附傑龍呢 他並沒有這個模組的翻新 但是他獲得了一個能力 而且這個能力呢 對於新手又是一大福音 真的 我真的覺得 現在的新手好幸福喔 不像我們之前當初剛生存的時候 不過這也是個好事啦 因為畢竟 這代表了這個方舟 越來越多彩多姿了 不會像之前一樣 就是 怎麼講 應該是說 還是有在進步 並沒有原地踏步啦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好不好 那我們稍微來講一下我們附傑龍的新功能 他的新功能的話 會以大吼的方式通知玩家在周圍的危險 而且 還有一招就是可以下跑 周遭的生物 然後呢 他這個 他這個模式其實還蠻屌的喔 應該是怎麼講 有點類似像是 警報器的感覺 應該是這樣講吧 警報器吧 你會看到附傑龍這次更新多了一個功能 在這個地方齁 然後這個功能呢 會有 兩種 第一種 這一個 這個功能呢 就是呢 周遭的敵人靠近你的時候 他這個可以設定自動或者是被動 現在我所設定的是被動 這招呢 是會用怒吼擊退敵人 這個所謂的怒吼還是有CD時間的 是有CD時間的 我必須講 而且好像120秒還蠻長的 好不好 我們就稍微做一下測試好了 這個怒吼是按C鍵 按C鍵之後呢 小型動物會因為這個吼叫聲 而暫時性的逃竄 會暫時性的逃竄 比如說像這一隻 來 這一隻雙擊龍 他會先攻擊我 然後呢 我他媽就很不刷 我就會吼一下 C鍵 有沒有看到我上面正在CD了有沒有 右上角 然後我們這個雙擊龍暫時性的逃跑 我不知道他持續多久了 那會不會折返回來我就不清楚了 這個對於早期新手是一大福音 因為呢 會不會靠別的生物一直在嘴裡 尤其是迅猛龍 重點是這個迅猛龍好像也吃喔 所以說真的還蠻方便的 好 然後我們稍微站旁邊一點 因為我怕待會 那隻雙擊龍跑過來弄我 右邊這個選項就像是雷達 我們現在這個雷達是關閉的 所以說呢 我們可以手動使用 騎上復結龍按個右鍵 你會看見他 有沒有 有沒有 掃到了 這個是危險的 危險的一個 就是警戒你說這邊有一隻 敵對生物 正在這個附近 附近逃竄 然後我看一下 應該是說 他所有的野生生物都會針對 並不是只有 並不是只有那種 具有侵略性的 為什麼青蛙沒有 好吧 這是 這個是錯誤示範 這類的生物他好像不會偵測的樣子 只有具有危險性的肉食動物 他才會偵測到 青蛙的話 他好像不會主動攻擊 所以他會偵測主動攻擊的生物 有沒有 這一隻 不要追我 我們看一下前面那隻會不會 射竹獸 射竹獸不會 所以說呢 更正 他對於 落實性 有傷害 會對你造成威脅的 才會產生這個 這個警戒的一個圖示給你 然後呢 他這個其實還蠻特別的 他可以針對 下面這一個 他可以針對 只顯示 只顯示玩家 或者是玩家跟 跟團隊 或者是只顯示 只顯示這個 野生的生物 或者是全部都會顯示 那因為我 是單人地圖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去顯示說 其他玩家 的那個樣子 長什麼樣子 不過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他這邊寫 玩家與團隊 只顯示玩家與團隊 我選這個之後按右鍵 他這個團隊是僅次於 只有 只僅次於玩家 還是說 馴服過的恐龍啊 我看一下 沒有顯示耶 沒任何反應耶 沒任何反應耶 那應該是 只顯示玩家吧 這個我不太清楚啊 那我們現在這個 右上角的這個 威鶴怒猴的 這個CD時間 已經結束了 那我們先把它設定全部 我們來試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他叫警報器呢 非常的簡單 當你把這隻恐龍 放在一個地方 站著不動的時候 站著不動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找到一隻 會攻擊的野生生物啊 我的天啊 這有點麻煩 等我一下喔 稍微找一下 你看前面就有兩隻馬 我不知道少不少得到 當我們開啟 右邊這個的時候 他的頭上會發出青光 不是青光 黃色光芒 他會自動幫我們標示 危險敵人在哪邊 有沒有看見 清楚可見有沒有 而且呢 我記得印象中 沒有錯 他是會一直不斷的 不斷的給你警示 不會停 因為你已經開啟自動 自動警示的狀態了 完全不會停下來 一直叫一直叫 叫給你爽這樣子 又再叫一次了 又幫你標一次 而且重點是這個不會CD 所以說還蠻方便的 這對新手真的是非常好啊 那我們把它關掉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右邊的 右邊的這個 如果開啟的話呢 他會自動 威嚇怒吼 這附近的敵人 但是呢 還是會有CD時間 所以說 大概吼完之後 120秒他還會再吼一次 其實有點麻煩 看一下他會不會再吼 等他吼等他吼 快點阿 快吼阿 給點面子好不好 呵呵呵 還是不夠遠 還是不夠近 好啦 這樣可以了吧 吼一下阿 有嗎 吼了沒 欸 你這樣就不給面子了 呵呵呵 快點 吼一下 抱歉這個沒開啟啦 I'm sorry 這個要開啦 這個要開 我忘記這個東西要開了 開完之後呢 再把這個打開 他就會 他就會 怒吼 有沒有 可是我不知道他對誰吼 欸 看屁有巨蜥 我真的不知道他對誰吼欸 但是呢 CD時間已經出現了 有沒有 所以說呢 這個就可以變成說自己去設定阿 你要自動雷達 還是說 讓他就是 站在原地 一直不斷的幫你做一些掃描的動作 或者是怎麼樣 這個呢 就你們自行去 去參考了 好啦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這個 新改版的模組呢 就是我們的阿根廷巨英的 而且很奇怪的是 原版的他居然保留下來了 然後 右邊的是新版的這個阿根廷巨英 左邊的是完全舊版的阿根廷巨英 整個形態上的大改改非常的多 連這個站的姿態完全不同阿 然後呢 這次呢 就是更新模組以及他的動作方面的更新 然後還有一些新功能 我們這邊稍微講解一下 這次阿根廷巨英呢 新版本的呢 他可以直接攜帶兩隻生物了 是的沒有錯 他會嘴巴刁一隻 然後腳去抓一隻 然後好像 負載量好像是會提升 就是跟以前一樣啦 你抓了一隻生物在進行飛行的動作 其實消耗的體力會變多 但是 現在這個新版本抓兩隻起來 會不會變更多 這個我沒有去做測試 不過我覺得應該 大家玩久了就會知道 會不會 會不會了 好不好 這個我就懶得測試了 因為我覺得還蠻麻煩的 好吧 然後呢 還有什麼 我看一下阿 還有就是呢 這次還蠻特別的 就是他消耗屍體會恢復健康 就是說如果你扣血了 你只要吃屍體 你就會自動回血 而且回多少 我不清楚 我們待會有機會試試看好了 然後呢 很特別的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呢 當你把鞍放上去的時候 他就有工作台了 工作台 自帶工作台的傢伙 又多了一位 就是我們的阿根廷巨英 超丟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有 會有異邊的東西阿 這樣不再退吧 算了 不管了 然後呢 他這個各種資源的這個 重量減少呢 高達50% 例如像黑曜石 金屬跟金屬錠 聚合石 聚合物的 或是一些食材類的 都會變成50% 我來試試看我這邊有沒有 像石頭會不會阿 好像不會耶 我這邊金屬 這邊0.5嘛 丟過去變多少 0.3 是有變動的 那一般的像石頭部分 6.5丟過去 石頭也會 所以他應該是所有的 沒有耶 石油不會耶 為什麼這個水泥是0阿 怎麼那麼屌阿 算了不管了 總而言之呢 部分的食材會直接減少50%的重量 目前在阿根廷身上 會有這些效果 個人覺得還蠻屌的 那我們現在稍微來示範一下 看他的動作完全不太一樣了 而且我覺得新版阿根廷看起來 應該說更完善了吧 而且這種感覺就是 比以前更為出色的 不像以前 他差不多只有抓取的功能 現在不但能夠抓取還減少負重量 我覺得真的蠻屌的 我們稍微來抓一下我們的這個鳥兒 按C鍵 你要看到我們這一隻嘴巴咬了 咬了一隻嘟嘟鳥 當然阿 他不可能咬迅猛龍阿 他現在依照他這個體型的比例來看 應該是咬不起迅猛龍 我覺得是咬不起啦 好不好 個人認為 大概是那種小型生物 類似像是雙擊龍之類的那種 他才咬得起來 然後我們再按一個右鍵 我先拉一下血條好了 不然我覺得麻煩 按個右鍵再抓一隻 我們把這個三葉蟲也抓起來了 不過他是單隻腳抓 另外隻腳好像不能 如果這樣的話 就可以直接帶三隻了 應該更屌 然後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體力現在是 247 消耗的還蠻快的耶 我覺得真的有差 只要你有帶東西在身上 多多少少還是會有差距 那個差別 會有那個差別 有沒有 扣得還蠻快的 我個人覺得真的非常好 非常的棒 改了這麼多 完全 改了這麼多 改了這麼多 完全就是新手的福音 這個不用講了 現在的新手 越來越好生存了 怎麼辦 我們這些老手情何以堪 不過他們不這麼做的話 基本上真的就是 方舟就沒有什麼 一些好玩的東西了 個人覺得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對齁我們還有那個 體力恢復的這個功能 沒有做過耶 我設法讓生物打我看看好了 我看一下什麼可以打我啦 怎麼突然能攻擊的生物都不見了 疊一下體力 能攻擊的生物呢 都被我玩死了是不是 那個青蛙不要 魔鬼蛙不要 會有麻痺效果 我看到了雙擊龍 讓牠咬我一下好了 超級容易沒體力耶 我們給牠吃點肉好不好 來啦 不要說我對你不好啦 哇你不吃大腿肉 我不知道你這麼的挑食欸 我的天啊 給你吃果實 唉唷他吃大腿肉了啦 原來你不挑喔 那就好了 呃 這個是什麼啊 桑齒龍 不要啦不要啦 我們找這個啦 比較一般般的 來咬我快點 咬快點 喔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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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咬多少 我們咬到八百好了 我們咬到八百來個基準點 比較好做計算 看一下一次可以補多少 你看有那個氣泡的那個顯示 咬完之後 它是持續在慢慢的往回血啊 慢慢的回血的那一種 馬上就補滿了 而且這個持續大概有十秒的欸 大概有十秒欸 這什麼東西 一齒龍 一齒龍躺在地上 喔沒有他沒有躺在地上 我們看一下持續多久 持續20秒 持續20秒 哇這樣子的話 這隻熟度會自動回血的 可是但是要吃才會回 那這樣子這隻阿根廷這個戰力又提升了啊 我希望到後面古神一龍也需要多一點能力了 不要只會 不會 不要只會站在牆上阿 好不好 這大概就是我們這個今天這個 第二次更新上半部分的這個內容 那也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沒有意外的話 近期內會更新下半部分的 下半部分的話是第二跟 極背龍 還有我們的 還有我們的迅猛龍 請各位敬請期待 好不好 那麼今天內容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漏頭 我們下一集 這個恐龍模組重建計畫再見了 掰掰 我們下方留言